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次于金融海啸时的低点 拿全台湾800多万的劳工朋友来讲 平均下来等于是每位劳工必须要负担政府赔掉的8000多块 劳工团体因此痛批 政府忙着政治性的护盘 输掉的却是劳工的劳本 无薪假裁员减薪 一道道闪电打在台湾劳工身上 接下来五年还要面对劳保费 逐年调涨0.5% 也就是一个月得多缴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的劳保费 但这些辛苦工作的企业也被赔光光 那真的是无语问昌天 没有见好就说 接下来这一年大家都知道叫选举年 结果把劳工的这个钱盲目的这样投入下去 结果是把劳工的钱 这个劳本拿来做政治的护盘 台湾跌跌不休 政府喊进四大基金护盘 劳退基金从2008年底正式投资迄今三年 不仅一开始就遇到金融海啸 去年12月 劳退基金账面上还有190.9亿的收益 遇到欧债风暴 不到一年迅速亏损480亿 这一来一往 合计就蒸发670亿元 如果拿全台900多万劳工来计算 等同每位劳工必须负担政府赔掉的近8000元 一年劳保费全白脚 想想台湾劳工还真是命苦 我觉得黑数字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我个人看是应该完全的透明化公开化 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投资 你到底亏损多少 我觉得这个要算总装 不管政府或民意机构等等 都不能去干涉他的运作 所以他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单位 我们都尊重他的独立运作的功能 面对劳退金大失血 新政院副院长陈冲也雨带保留 全球景气持续看衰 究竟该不该再拿劳工写汉钱去投资 马政府不该再漠视 3D新闻全球古高速林建宏 台北报导 上到新闻重点我们要 大东西